美国政府他每隔三年会做一个调查 最新的数据是2016年的 这个调查的结果很有意思 这个表呢是美国的家庭啊 他的税前年收入的中位数和平均值的一个表 我们看看这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 持有房子的家庭 他们的13年的收入呢是六万五千美元 16年涨到了七万一千美元啊 增长了百分之九 那如果你没有持有房产的这种家庭 13年家庭的收入是两万八千七 到了16年涨到了三万一千六 增长了百分之十 所以这里看到呢 这个两种情况的差值呢 并不是很大 有差了一倍多 但是如果你要看这个家庭的资产净值的比较 就会发现很大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啊 如果这家家庭只有房产 owner 13年的资产净值是二十万一千多 16年的涨到了二十三万多 增长了百分之十五 如果不持有房产的这些家庭呢 13年只有五千五百块钱 16年居然还降低到了五千两百块钱 居然降低了百分之五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持有房产和不持有房产的家庭 居然有这么大的差别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非常难的话题 非常复杂的话题 就是对于你来说 是需要买房子还是要租房子 因为这个每个人呢 每个家庭他的家庭的条件不一样 经济条件不一样 生活习惯不一样 人的这个思维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他在这个住房方面的要求呢 是千差万别的 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需要在这个租房子和买房子之间做一个选择 所以呢 今天想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 两个大的方面 一个是从不涉及到钱的方面来讲一讲 另一个方面是从涉及到钱的方面啊 仔细的给大家算一算 希望能够对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呢 起到一定的帮助 好 我们先说说跟钱没有关系的这几个方面啊 第一个呢 是隐私 租房子住啊 一般隐私会稍微差一些啊 尤其是你住在公寓里啊 前后左右甚至上下都可能会有邻居 隔腔有耳 你也很害怕你自己吵到邻居啊 你也很害怕邻居吵到你 这个隐私性会差一些啊 如果你自己买一个房子呢 尤其是你买一个这个house啊 你的邻居的干扰就会少很多啊 你对邻居的干扰也会少很多啊 这点非常简单啊 第二点呢 要想给他说说这个自由性的问题啊 就是如果你租房子啊 那一般自由度会高一点啊 你不想住在这儿了 你就等这个租约到期你搬走啊 甚至你不到期都能搬走啊 随便你想看觉得这个公寓好啊 你住进去觉得那个公寓好 你就住到那边去 这个自由性是比较高的啊 如果你要是买了一个房子呢啊 那在一般的情况下你是不愿意动的啊 因为哪怕是再紧急的情况下 你要卖房子 一般没有两三个月你是卖不掉的 所以一般来说呢 这个租房子的自由程度啊 肯定比你买房子的自由程度要高很多啊 第三点呢 是这个房主啊 对房子的控制的能力啊 你要是租的房子啊 基本上这个房子的物理结构啊 你不能碰 你可能想换个油漆的颜色 你也换不了啊 装个窗帘可能都不允许你自己装 如果是你自己拥有一个房子啊 那你想怎么弄怎么弄啊 只要是合法符合规定 基本上是没有人来管你 还有对于这个控制能力呢 一点就是如果你租房子 那么房主 有的时候他是有权利把你的租约终止掉啊 他也可以把这个房产卖掉 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你的生活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 他也房主也绝对不跟你商量 如果是你自己买的房子呢 那基本上你想买就能买啊 你想卖的时候就卖 你也不用跟任何人商量 你也不用看别人的颜色 第四点呢就是日常的这些维护啊 如果租房子啊 通常来讲是房东要负责房子的维护 但是你要是自己买了个房子啊 那个不管是大的事情啊 小的事情 那都是房主自己的责任啊 所以这些跟钱关系不太大的方面呢 我想大家应该比较好判断啊 根据自己的资深情况 自己的这个生活态度啊 都能够做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 选择是租啊 还是买 那么下面呢就讲一讲跟钱有关的方面 我们仔细的算一算啊 我们先看看租房子的花费 你每个月的房租要交啊 水电费要交 有可能你还要买一个租客的保险 房租呢 我们算一千两百块钱一个月啊 然后水电费一百块钱一个月 各种保险呢 二十块钱一个月 那么总的每个月的花费是一千三百二十块钱 如果是不租房子 那么你要买个房子是什么样子啊 咱们先看看 如果你只有一个房产 每个月所产生的各种费用 如果贷款呢 就包括本金和利息 然后还有这各种保险 还有各种税 水电费 有的还有HOA的费用 各种维护啊 维修啊 我打了一草坪啊 除雪的各种各样的费用 这个项目多的 我颜色都快用不用不用不过来了 我们想要知道每个月付的本金和利息是多少啊 就可以用这个房贷的计算器啊 这个到处都有 我们在这个随便找了一个 先假定买的房子是30万 这在Madison地区是一个非常普通 非常中等的这么一个价位 首付20% 大部分首付20% 然后贷款了30年 这个利率呢 大概是3.75 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可能利率或者增长了啊 或者降低了 这样算下来 这个本金和利息啊 在这里 正好是1111块钱 这么一个数 好 我们把这个得到的数据都放到这里 利息加本金 每个月11111块钱啊 然后保险50块钱 税呢 是按2%来算的话 一个月500 水电费呢 肯定比你租房子要多多花一点啊 算150块钱 HOA算10块钱 各种维护呢 这个费用其实是变数最大的一项 老的房子呢 肯定这个费用要大一些 很新的房子 可能它是零 我们就按照一个月150块钱来算 然后草坪的护理啊 和这个除血的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按照每个月25块钱来算 虽然你不请人 你也得自己买工具啊 买机器啊 买各种材料什么的 这样算下来呢 如果你持有一个房产啊 这个一个月开要是2021块钱 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啊 这个房子持有的成本 为什么这么高啊 这是正常的吗 我们来看看 这个美国的这个劳工统计局 发布的数据啊 这个最新的数据是2018年的 2018年 平均的这个家庭的税前收入 是78000多 这个数据是收入其实很高的 然后这个2万多一点的 这就是平均每个家庭在 这个住房这个问题上 花费的支出啊 可以看到这个 基本上占了税前收入的25% 占了四分之一 然后占了总的支出的 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这个是总的支出 所以对于美国人民来讲啊 想要住在一个好的房子里 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当然你还要考虑啊 买房子的时候的花费 按照1%来算的话 就是3000块钱 然后卖房子的时候呢 还有一笔花费 这是如果按1%来算呢 就21000块钱 所以一买一卖 这个费用呢 是相当可观的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30万的房子的话 大概是要花到24000块钱 好 经过我们的计算发现呢 买房子每个月的成本呢 比租房子要高很多 同时买卖房子都会带来一笔相当大的交易费用 那么这么一比较 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去买房子的呢 答案当然还不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考虑啊 第一点 房租是会上涨的 即使房价不涨 房租也肯定是每年会上涨 但同时呢 房价本身也会上涨 所以你要是买了房子 你这个资产是在增值 第二点啊 人们在租房子的时候 更倾向于去租一个比较便宜的房子 只要够用就好 但是人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 又会倾向于去买一个自己承受范围之内的上限的这么一个房子 比如说他能买40万的房子 他绝对不会去买30万的房子 所以说在比较的时候呢 要苹果跟苹果比啊 不能苹果跟橘子比 还有第三点呢 如果你买了房子 那么这个房产是一个你的资产 是你的财富 包括了你的首付 你每个月的付的房贷中的本金 这些都会随着时间的积累是越来越值钱 而你要是租了房子呢 那你的每个月的房租之类的开销 就是百分之百的支出 它不会积累在你的账户里 它只会为房东而积攒财富 所以我们再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呢 再去重新算一次 是买房子核算 还是租房子核算 由于我的数学不太好啊 所以我在网上找这个计算器 给大家算一算啊 这个租房子和买房子 在钱这方面的真正的差别是什么 这里的数据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啊 把它宣布转移过来 然后这里房子每年的增值是5% 实际上的增值比它要高一点点 我们计算的保守一些 然后这个30万的房子啊 一般来讲 1800啊 差不多能租到 所以我对比的话 就把这个房租呢 写到1800 然后房租的增长呢 是每年4% 这是差不多是真实的数据 然后这一块是投资的这么一个内容 我想大部分人也不会投资 所以把这都给它改成零 所以这样一算出来这个结果啊 可以看在这张图上看着来啊 这个蓝色的线呢 是买房子的成本 折算成每一年你实际产生的费用 这个黄色的线呢 就租房子的成本 可以看到这个房租肯定是越来越上涨啊 所以它是一直向上走的 而这个蓝色的线呢 比较有意思啊 它不断的下降 而且下降到这个以后呢 就变成零了 理论上应该是变成负的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11年之后啊 如果你把这个房子卖掉了 你其实是一毛钱没有花 在这过去的11年里 如果你晚于11年卖 你相当于每年还能挣一些钱 你就卖的越晚 你其实挣的钱越多 这个好像有点反直觉啊 其实呢 很容易理解啊 因为你的房子的当payment 你的首付是你付在房款里 这个钱是最终你卖房子肯定能拿回来的 然后每个月还到房贷里头的本金 这个也不是支出 它也算成你的资产的增值部分会 相当于存在这个房子里头了 所以你在卖的时候 这笔钱也会回来 再加上房产的增值 所以在未来啊 你在房子一卖 你能收回一大笔钱 这样一算呢 你看这个交叉点 就是大概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后 你卖这个房子 你平摊到每个月的持有成本 就会比租房子还便宜 底下有这个详细的数据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我这里就不多讲了 所以说在这个非常真实的条件下 这些数据非常真实 如果你买了房子 如果你在两年以后卖 那你肯定是划算的 甚至一年多一点 买都是划算的 这就是为什么 人们 很多人一旦有了钱啊 他不会再租房子 他一定要买个房子 这样他才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更划算 我们算了这么半天啊 我相信大家的脑子 还是能够保持清醒 在美国的房地产界呢 有一种买家的形容词呢 叫做Able Willing Ready Buyer 就说这个买家 他有能力买房子 而且他愿意买房子 同时他还准备好了 那么这种买家就是最好的买家 所以呢 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 大家可以按照这三个标准来评价一下自己 如果你决定好了要买房子 那么请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点击右下角的Subscribe按钮 同时可以把铃铛打开 这样你能第一时间接受到我的最新的更新 希望你能够继续支持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